近期我们连续报道了多起关于杭州乐家公寓的事 不少租客向我们反映说 他们把钱交给了乐家 但房东却没有收到钱 租客们纷纷面临着被房东赶走的情况 起初乐家方面说只是资金问题会协调解决的 但之后就联系不到人了 目前乐家方面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在之前的报道当中 租客们普遍反映 他们明明已经交了半年或者一年的房租 可房东却要求他们搬走 8月5号188红剑的官方微博发布了关于乐家公寓的报道 评论当中有不少网友表示 自己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杭州的方女士也是乐家公寓的租客 租住在渔航河景应越台小区 因为房子漏水刚刚入住三个月 家里的水却用了900多吨 欠下了5000块钱左右的水费 去找房东沟通 对方却要他先解决房租的问题 他觉得房租没收到钱 不要房租没有收到之前 不要跟我谈水的问题 方女士说 由于没有交水费 水务公司过几天就要过来拆水表了 他想找乐家公司出面解决问题 但一直联系不上对方 昨天我去派出所报案 然后加了一个群 群里面大概有 现在已经500多人 就是都是乐家的租客 对对 方女士说 他从微信群里了解到 现在有的租客跟他一样 虽然还在房子里面住着 可因为房东没有收到房租 双方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 眼看着住不下去了 而有些租客已经被房东赶了出来 乐家公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7月21号 乐家公寓南京总部通过微信公众号 发布了一篇公告 说是今年3月 发现合肥份公司部分员工 涉嫌侵占公司资金 并表示已经向公安机关提供信息 会尽快追回款项 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所有高管 保持在港在位 妥善处理此次危机 记者此前也连续两次 找到乐家杭州风公司 位于金沙湖一号的办公地址 第一次见到了一位工作人员 对方说是公司的资金出了点问题 7月22号会给出解决方案 而当记者第二次上门 办公室里却只有几名房东和租客 没有见到工作人员 他说是3500还是3600 我都忘记掉了 我说他不是亏本租给你的吗 那我就觉得肯定这事情是不对的 骗子公司 因为我租给他是4200 8月7号 记者又一次来到乐家杭州风公司 我们只是工作人员 我们不讲的 因为上天是引起我们很大的生活风扰 很多人找我们 我们不需要 你现在在这边做什么呢 我们这边就登记 其他没有什么任何 登记用来做什么 登记信息 有些信息是存在的 反正就是登记信息吧 登记起来干什么呢 工作人员表示 自己已经两个多月没有拿到工资了 目前杭州分公司的同事都已经走掉了 只有他一个人在这边给租客和房东登记信息 目前已经登记了1000人左右 我想问一下他们的房租 那个租客的房租去哪里 那我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是老板 这个公司没有破产 我其他我就不知道 现场的几位房东在这里进行了登记 可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处理 他们心里也在打鼓 根据乐家杭州分公司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 目前杭州已经有一千人左右 在公司进行了登记 可登记信息后怎么办 他表示不清楚 做客方女士告诉我们记者 关于事情如何处理 她从微信群里了解到了一个信息 方女士在微信群里看了一份公告 上面说杭州乐家公司资金断裂 已经暂停运营 但引入了杭州涡客公寓作为杭州业务的承接方 对方将承担合理合同的债务问题 并提出债务解决方案 公告下方有乐家杭州分公司 以及上海沃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的公章 显示日期是7月25号 传言是有一个倭客 当时我打过倭客的电话 然后他是这么回复 我说他们是有异线接盘 但是他只对没有问题的房源接手 其他的房源他们是不会处理的 而且他们现在也在商量阶段 其实还没有最终的一个方案 什么叫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可能就是说没有这种房屋脱线 或者怎样子的一些问题吧 我们部分房源会接手 不是说全部你明白吗 就是说我们如果接手 会有人联系到你这边 还有房东 如果你没有收到联系电话的话 那可能就是说没有接手的 只有几家公司在对接 但是公司没给我们打货 为了合适情况 记得找到杭州沃克公寓的办公地点 就是如果说客户房东愿意的话 我们会帮他就是说贴一点点在我 就是我们三方协商 这样子我们贴一点 是这样子的 不是说我们把它收购过来 工作人员强调 他们并不是收购乐家公司 只是在跟乐家接洽 商量接手客户资源的可能性 帮助乐家解决这次的问题 据他们了解 除了他们公司以外 乐家还找了另外两家杭州的公司 也在沟通同样的事 他们说我们在就是收他们的钱 就说可能是第二个乐家 但是我们没有收租客的钱的 我们是把租客的钱直接给房东的 让租客直接给房东 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只跟小部分租客和房东进行了沟通 具体的处理方案还要再等等 跟乐家所有的东西现在也不明了 等消息吧 等我们公司的数个人 跟乐家的数个人等消息吧 我们现在也说不在数吗 只能等等消息 就在我们记者8月7号采访当天 乐家公司南京总部再一次通过微信公众号 发布公告宣布公司停止经营 这篇公告当中 乐家公司表示目前已经停止经营 并关闭所有业务 通过认真反思 已经深刻认识到高进低出的经营模式 存在严重缺陷 公告中还提到了 对于南京地区客户的处理方案 表示会跟合同还没有到期的租客 房东进行调解 房东租客无法达成和解的 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追究乐家公司的法律责任 8月8号 乐家公寓微信公众号再次发出一篇公告 署名是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 表示已经设立调储服务点 为南京地区乐家公司的客户提供纠纷调解和法律咨询服务 南京当地的五家中介公司也会参与调解工作 那么杭州的租客和房东们又该怎么办呢 8月8号 记者再次来到乐家杭州分公司 小小的办公室里挤满了租客和房东 有位坐在楼梯上的夏经理 说是从南京总部赶过来的 负责给杭州的租客和房东们解释情况 夏经理表示他们马上会发布关于杭州区域的公告 具体的处理方案会在公告中体现 我想问一下之前他们租客交的钱都去哪里 就是公司运营问题吗 就也是扩张市场用吗 为什么咱们这边收来房东的房子会比咱们租给租客的要那个高呢 是市场行为吗 那这样咱们不是明显是亏的吗 在你市场能够快吗 乐家公寓的问题暴露出来以后 杭州市相关主管部门也一直在进行关注 首先我们接到这个市以后也非常高度高度关注 然后第一时间约谈了他们杭州公司的一个法轮代表 明确提出要求要求企业的履行主体责任 保证所有门店继续开设 保证人员在现场登记房东租客的一个合理诉求 为房东租客合理平稳解决这个事情提供一个平台 关于房东能否单方面收回房屋 记者咨询了律师 主要要看乐家跟房东之间他们构成了一个什么关系 如果说他们构成的是一种委托可能关系 也就是说房东把房子委托给乐家来进行出租 那么如果是存委托的话 那么乐家所做的所有的行为 他的法律后果都应该由房东来承担的 那么这个时候乐家收了房客的租金 也就意味着房东收了房客的租金 那么这个时候房东是不能够收回这个房屋的 那么如果说乐家跟房东之间构成的是一种租赁关系 然后乐家又把房子转租给了租客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乐家没有履行合同 那么房东是可以解除合同 然后收回这个租赁房屋的 记者在乐家杭州分公司看到一位房东的合同 合同后面有授权委托书 还有一份承诺书 律师了解情况之后表示 根据这份合同 房东和乐家方面应该是委托合同关系 对于此事我们也将继续关注 要不保护经验记者报道